2020年5月,一份诉状被递交至了法院,内容中包含了高达4700万美元的赔偿,起诉人称他是受害者,却在过去的六年间背负着老女和嫌犯的骂名。 他很难理解明明案发当日是自己男友的选择,当年的警方也都已经确认了这个事发经过,但男友的家人以及所引发的社会舆论却对他不依不饶。 今天就让我来分享一下当年与他相关的那一期案件。 Hello大家好,我是鬼灵异。 2014年2月25日,那一天在密西西比州靠近墨西哥湾近海区域正在操作拖船作业的克里斯蒂安向船长请假。 他说他需要回家,即便此时的他正在进行一项为其30天的集训,如果顺利,他将有机会晋升为这艘船上最年轻的船长,但他觉得那一件事情更为重要与棘手。 船长很清楚克里斯蒂安的性子,他已经在这里工作了三年,是一个勤奋且有憧憬的得力大夫。 对于拖船上的任何事项,他从不马虎,也不曾临时请假,所以今天,想必他是遇到了麻烦。 船长并没有拒绝他的请示。 2月26日7点43分,克里斯蒂安的母亲致电儿子,说近期有一位歌星会过来巡回演出,他希望儿子能够查看一下他的集训日程,看看哪一天有空,然后去订一下门票。 全家人趁着这个机会一同拒绝。 克里斯蒂安同意了,但是在他挂断电话后,母亲却迟迟没能等来他的消息。 11个小时后,晚上6点30分,正当克里斯蒂安的父母走进餐厅准备点餐时,克里斯蒂安的爷爷拨通了他们的电话。 爷爷说,他刚刚收到了警方的通知,他希望两个人能够做好心理准备,因为他们已经失去了儿子克里斯蒂安。 鱼鹰未落,内心奔腾,这饭显然是吃不成了。 克里斯蒂安的父母立刻返回加州,因为警方说他们很快就会过来调查。 克里斯蒂安的母亲还抱有幻想,他觉得一定是警方搞错了对象。 警方说,克里斯蒂安是在公寓里发生了悲剧,可儿子不应该在拖船上吗? 早上的那通电话中,儿子也并没有说自己准备或是已经上岸了,或许出事的是儿子外租公寓中的事要。 但当警方抵达,并向夫妻两人展示了克里斯蒂安的驾照后,他们最后的希望破灭了。 警方说,21岁的克里斯蒂安在自家的浴室中自我了结。 但克里斯蒂安身体健康,神志正常,收入稳定,他有什么理由要提前结束余生呢? 似乎,儿子最后的通话声还在母亲的脑海中回答,他的预态是那么的自然,他还答应了母亲会出席家庭活动。 所以,母亲觉得,儿子的案件并不简单。 案件的报案人是室友迪伦,通过他的供述,我们大致了解到,2014年2月25日,事发前一天夜里,室友迪伦和克里斯蒂安通了一次电话。 克里斯蒂安询问迪伦,自己的女友在哪里? 因为当时,女友惠特尼正借住在克里斯蒂安与迪伦共同租借的公寓中,所以迪伦会比较清楚惠特尼的实时动态。 迪伦回答道,我也正想说这事,惠特尼刚刚跑了出去,他还开走了你的宝马车。 我是一个外人,也不方便多问些什么,但现在已是深夜,这么晚了出去可能不太安全,你还是亲自给他去一个电话关心一下吧。 克里斯蒂安在听后,显得有些不开心。 2月26日凌晨1点37分,克里斯蒂安又一次打了室友迪伦的电话,他让迪伦开车到岸边,说自己已经得到了准驾,船会靠岸,他需要回家。 迪伦算了一下时间,在小睡过后,差不多4点16分的样子,外出给汽车加满了油,然后出发去接人。 由于他出门前,忘记了将克里斯蒂安即将回家的消息告诉惠特尼,所以在5点左右,他打了两次电话给惠特尼。 早上8点,克里斯蒂安上车,11点23分,他们返回到了公寓。 一进屋后,克里斯蒂安就同他的女友惠特尼吵了起来。 两个人闹得很凶,克里斯蒂安还曾把枪对整了惠特尼的头部,他向惠特尼逼问道,你还爱我吗? 幸而,惠特尼的答案是爱,这才让克里斯蒂安激动的情绪稍许平复。 不久后,克里斯蒂安便请迪伦跑一次银行,帮他把卡里的钱全部都取出来。 但迪伦在取钱时,由于没有取款的PINCODE,所以没能成功。 接着,迪伦又跑了几个地方忙自己的事,于下午4点44分返回公寓。 此时,公寓内相当地安静,惠特尼睡在一楼的沙发上,迪伦不想吵醒他,于是便亲手亲脚地踏上楼梯,准备返回二楼的卧室。 但他却发现了地板上有几滴令人不安的血迹。 跟随这些,他来到了二楼的卫生间。 卫生间的门是关着的,但并没有上锁,在推开门的瞬间,迪伦下得连连后退。 此时的克里斯蒂安已经发生了悲剧,他双膝跪地靠在浴缸前,双手无力地摆在浴缸边缘的外侧。 他的头和上半身栽入了浴缸里,头部右侧有一个明显的动眼,而致命的手枪则落在了他的左腿边。 迪伦看后大声呼叫,惠特尼跑了上来,此情此尽,他的情绪也瞬间崩溃。 下午5点05分,警员在接警的20分钟后赶到,在看场完现场后,惠特尼和迪伦被要求到警局做笔录。 在克里斯蒂安的父母收到通知赶赴现场为儿子整理最后的遗物时,克里斯蒂安的叔叔奔赴了警局。 此时的迪伦已经做完了笔录,惠特尼还在被审问中。 叔叔行问警员,克里斯蒂安的手机在哪里,因为家人并没有在他的公寓中发现。 接待警员翻看了一下记录,然后说他们收集的证据中并没有手机。 站在一旁的迪伦表示,自己也没有见过他,那么难道是女友惠特尼拿走了吗? 此时,在审讯室里的惠特尼向警员交代,事发当日,自己确实和男友吵了架,但他否认自己受到过威胁。 在吵完架后,男友回到了二楼,自己坐在一楼的沙发上,迷迷糊糊地睡着了。 他并没有听见什么异象,直到室友迪伦在回家后将他叫醒。 迪伦让他去二楼找男友下楼,然后他上了二楼,就看见了浴缸前的悲剧。 他心痛如脚,在警方抵达前,他还一直握着男友的手。 不过,这一阵子,在惠特尼的律师到场后,便有了一些改变。 惠特尼改口说,迪伦回家后,先发现了卫生间里的悲剧,然后他被迪伦的惊呼声所惊醒。 他寻声跑上了二楼的卫生间,但他不敢,也不曾靠近过那里。 同时,他还让迪伦也远离一点。 而这一个版本的阵词,就同迪伦的叙述内容相一致了。 当惠特尼走出诊讯室时,克里斯蒂安的叔叔要求他交出手机。 他显得尤为的尴尬,一开始,他谎称手机并不在自己的身边。 然后叔叔发火了,要求警员对其凑身。 此时的惠特尼才很不情愿地从包里取出了手机。 惠特尼解释说,他担心在男友的手机中有一些自己的私密照片。 他不想让大家看见那些,但这一行为着实令人深疑。 而另一个技巧点在于,迪伦与惠特尼的手上就被检测出了火药残留。 迪伦对这一点并没有任何的解释,惠特尼则认为,自己手上的残留很震吵。 因为在事发的前一晚,他与朋友们外出嗨玩,他接触并使用过枪支。 对此,克里斯蒂安的家人并不相信他,因为一般而言,火药的残留在手上停留的时间为4到8小时。 并且,随着惠特尼用手的次数以及接触的东西越来越多,这些残留就越来越少。 洗手或是洗澡更会加速这些残留的清除,而警方对他的检测是在他所说的玩过这些武器的16个小时后,所以他的证词站不住脚。 数日后,克里斯蒂安的父母致电警局,他们想问问,儿子的案件是否有更新了? 父亲在儿子出事后去过县场,他在卫生间的马桶后方找到了一件被染红的T恤和一把小刀。 当时,父亲将这一些都交给了警方,那么这一些证据中是否查出了什么? 但警方的回复却是,这是一起亲身案件,所以没有必要再去细查了。 克里斯蒂安的父母听后愣住了,他们觉得警方的判断太过草率。 于是,父母联系了律师,并自掏腰包聘请了专业人士和私家侦探。 而随着这个特殊的调查团队的介入,他们发现了更多的疑点。 在对证词进行的梳理后,律师提出,单单从双方所述的事发经过,就已经出现了很多解释不清的疑点。 第一,为何克里斯蒂安要让室友取出自己所有的钱,却没有提供PINCODE? 第二,克里斯蒂安当日的情绪是否真的很激动? 你有在案发当日是否有一段时间正处于非常危险的清静之下? 第三,谁是第一个发现悲剧的人? 迪伦说是他,但惠特尼的第一份口供中可不是这么讲的。 第四,在迪伦的供述中,他说楼梯上有血涕,但厨师的卫生间门却是被关着的,这岂不是自相矛盾吗? 最后,女友惠特尼说他睡着了,但在这个1000平方英尺的公寓里,要睡得有多成才能够没有听见枪声呢。 要知道,被发现的作案工具是零点四五口径的,他所发出的声响恐怕隔了两三个公寓也都能听到吧。 乔纳森知名的法医病理学家,他在接受了克里斯蒂安父母的请求后,也加入了调查工作,他从专业的角度提出了更多质疑。 首先,是枪的摆放位置,从现场来看,他被夹在了克里斯蒂安的左腿和浴缸外侧之间,但克里斯蒂安的受伤口在头部的右侧,克里斯蒂安也并不是左撇子,所以他只可能用右手来操作。 而在完事后,他应当立马失去知觉,随着右手不再有力握住武器,武器便会掉落,但也应该落在他的右侧,而现场的位置却恰恰相反。 其次,关于作案的武器,现场所发现的作案工具是一把半自动的1911,在发现时,他处于未上膛的状态。 如果说,克里斯蒂安使用了他了解余生,那么事后,该武器就必定被人动了手脚,否则不可能人处于未上膛的状态。 第三,关于可疑的子弹,案发现场所发现的弹头已经变形,它的上面不仅仅有着血迹,还有着墙板的石膏粉。 它被发现的位置并不是在克里斯蒂安的脑袋里,又或是穿透脑袋落在了浴缸里,而是在克里斯蒂安的正后方,那里的一面墙上有一个孔。 这一点相当的可疑,也许你会说这是作用力反弹后的结果,但在整个卫生间里并没有相关的轨道痕迹。 所以,更有可能的是克里斯蒂安在发生悲剧后被人重新改变了状态,这属于伪造的犯罪现场。 最后,关于离世者的身体,法医的检测报告中推测,克里斯蒂安的离世时间是在下午3点45分,即报案的一个小时前。 但乔纳森在查开照片后认为,这一个时间点可能会更早,因为照片中的克里斯蒂安已经出现了僵硬的情况,他认为他可能在中午就已经出事。 而根据某一位邻居回忆,他好像就是在那一天的中午听到了一声异响。 另外,克里斯蒂安的身体也出现了失败,其位置相当的蹊跷,法医记录是在右腿的外侧,可案发现场所发现的克里斯蒂安是跪在浴缸前的。 按照常理推断,血液的沉淀应该聚集在膝盖或是小腿的正前方才对。 综合上乔纳森在给收托人的最终报告中正中签字,表明这并非是情深。 而斯加侦探所带回的信息更是令人寒心。 据他了解,当时的警员在处理这整一起案件时十分的淡漫,他们在5.05分时抵达现场,40分钟后就打罢回复了。 主要的负责人李警官在抵达现场后,甚至都没有跑上二楼的案发地去查看。 他直接告诉童谣说,以轻声作为结案。 在审讯迪伦和惠特尼时,即便他们在说辞上有很多的漏洞可以深挖,但警方并没有那样做,而是将他们直接释放。 克里斯蒂安的父母所提交的证捕,到了最后也莫名地消失了。 虽然施检官在检验后裁定一栏上填写的是未知,但当时的法医最后却标记为了自杀,所以案件也很快被关闭。 事发的四个月后,李警官被调职。 新上任的本尼警官对于本起案件非常好奇,这似乎给了受害者家属带去希望。 当本尼警官把作案工具送往了犯罪实验室进行分析时,上面不但没有检测出嫌疑人的指纹, 甚至都没有检测出克里斯蒂安本人的指纹,只再一次作证,工具被人动了手脚。 另外,本尼警官还发现,案发的现场,浴缸的侧臂很干净,上面都没有喷溅的血迹。 那么,如果真的是人为,最有可能的推理是什么呢? 为何女友惠特尼会在事发的六年后公开诉讼提出了4700万美元的赔偿? 她是在背水一战,应是把自己的嫌疑人身份转化为了被害者,还是说她本就无辜呢? 而在2019年,海外案件里YouTuber和博客真相报道,只有会将整一起案件推向何处? 我将会在下一期视频中一一揭晓。 另外,在下一期的视频中,我还会更新过去分享过的一起悬案,该案件的作案人在近期终于被捕。 好了,今天的案件就分享到这儿,我们下期见。 那么,再注意。 那么,我觉得该关键是最大的幻灰的。 那么,时唯一的重新 melhor时 将同样的频道涉及的状态。